今天晚上有点贵 不想煮菜 也有点口温温 想吃零食 不行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认真 负责的奥族 那我们下次就来做零食吧 既然做零食就要选品了 今天我们就来开第一次 国宫零食选品大会 我们选了一圈国风的小零食 然后都没有吃过 就很好奇它是什么味道 首先我们就来先看第一款 它叫风吹饼 感觉很轻的样子 的确是有红薯味 的确好脆啊 就是那种 西藻哈白番茄美的感觉 然后能碰到牙齿就会自己碎掉的感觉 淡淡的甜味不会太甜 有一种很特别的 空气感的味道 看一下配料 木薯淀粉 地瓜银淀 白砂糖 鸡麻油 水油盐 感觉这个可以复刻一下 材料很简单 我觉得它这种特别的口感 就是因为 全部用的是木薯淀粉 把这个放入我们的备选名单 下一款石头饼 登登 为什么叫石头饼呢 烤在石头上的美味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貌似是 散西西安那边的 面食小食 听一下 微甜 带一点点咸 然后有鸡蛋的香味 有一点点奶香 看一下什么材料做的 全盐粉 食物油 鸡蛋 全盐粉 鸡麻酱 酱麻酱 酱油盐 食品添加剂 感觉我们自己做的话 可以更健康 就不用放食品添加剂 用石头 先烤热 然后把 赶好的饼皮 放在石头上面 然后把它烤熟 感觉好像不是很难嘛 好 这个 我们也可以放在 我们的候选名单里面 饼吃多了 有点干 我们来一块 汽水 这是今天买的 这款 羊肝味的汽水 写着 零糖 零纸 零卡 感觉还蛮健康的 它是 我们传统的 很传统的一家公司做的 哇好重的羊桃味啊 第一次喝有羊桃味的汽水 油肝味呢 就不是很重 原来这款汽水叫 欧羊油肝味汽水 我还以为它只是油肝味的汽水 我这个真的是很特别 羊桃味的汽水 你喝过吗 喝完以后 会有一点点回甘 估计这就是 油肝汁的味道 哇 但是它这个里面 但是它这个里面没有写有 果汁 用的是水品 用香精 那就是 水果的味道全都是香精调出来的 天啊 不过也还蛮好喝的 这羊桃味加油肝味还蛮特别的 但是这个呢 就好像有点不大健康 如果可以用天然的材料 做出这种味道 嗯 那就蛮赞的 感觉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味道 做一款下雨小甜蜜 好 我们来试下一个 这款叫 烤奶皮 好奶圆烤着吃 烤奶皮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奶制品重度爱好者 就所有牛奶啊 芝士啊 奶酪啊 酸奶啊 什么烤乳扇啊 那些超级喜欢吃 所以就很期待这个烤奶皮 是什么味道 试一下 哦原来是这种 小圆饼干一样 就像是浓浓的黄油饼干的味道 有点硬 比刚刚的石头饼更硬 嚼着有一点焦糖的味道 有一点奶香 嚼到后面有一些米的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什么 前纸奶粉 低续果糖 炒米黑糖 黄油 新奶油 石油盐 材料也蛮简单的 嗯 究竟怎么做呢 它这里写着 内蒙古格娱乐 阿妈研发 那我觉得估计在网上也找不到做法 只能我们自己瞎折腾一下试试 好下一个 白桃乌龙夹心事 最开始看到夹心事 我就觉得应该是类似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饰饼吧 但马回来以后一看没怎么写着日文 这款它漂榜自己是日式的小饰饼饼食 但买都买了我们就拆开看一下 尝一下吧 你爱我我爱你你是冰虫甜蜜蜜 嗯吃饱了 是这五款零食我都试过了 最后我们决定选择这一款 因为它味道实在是很特别 羊桃加油肝 我们会根据这个味道 创作出特别的东西 想知道是什么特别东西吗 那留意我们之后的更新吧 拜拜